10月24日 四哥谢贤 黄新颖 郑希仪 黄浩然等一众演员 在电视城 为剧情发生先锋四 试造型 四哥由黄新颖 和郑希仪两位美女 陪伴出场 多年没有拍剧的她 笑颜 希仪发作 是主动向总监制 明小青请求拍剧 孩子报纸求过国 希仪 不说酬劳 日前 黄新颖赴澳洲 参加三家级的婚礼 她表示场面很感人 自己哭了很多次 眼睛都肿了 问到与男友马光明同行 有没有被存婚的压力 她就指 她有邀请马明 她有去的 没有人问了 都有了 主要是网民 还有智者们 但是我觉得 没有那个压力 但是很开心 可以我们一起出席 对 另外 黄浩然老婆早前被爆出 情欲短信一事 今天她在受访时 对此事也做了回应 我已经回应过一次 就是当一个笑话吧 但是 真的出了这些报道 可能会很严重 就是第一就是 因为我儿子 带儿子就学校 有很多同学都知道 他是我的儿子 你爸爸是黄浩然 然后就每天都可能 如果我有据 或者是新闻的时候 他们都会告诉我的儿子吧 所以就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就我觉得不太好吧 另外就是 始终是一个不好的新闻吧 所以就 我们当爸爸 当老公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家庭 所以就 希望能够尽量 不去回应太多 希望能够尽量 去玩这件事情吧 3 2 1 以法最后 以正口证 法正事不适 带着抛弃 非法娱乐香港报道